53岁拱立旅居法国,素颜拎限量爱马仕 西七十一岁国宝及洞灵男票亮相够潇洒 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 拱立给人的印象已经是殿堂级的巨星 产量不多,属于神影级别的影后 最近比较火的还属去 年底金马匠闹得沸沸扬扬 拱黄一张神情严峻的动途表情走红 拱立一共参加过两次金马匠 但两次都有不小的羁绊 2014年11月 拱立穿着Ports1961金色 长裙参加51届金马匠 当时以平归来 拿遍各大影展影后的拱立 受邀参加金马匠 无论事业还是个人魅力和米歇尔不相上下 两人谈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 拱立恋爱了 男友名叫让米歇尔、亚尔 先来看看米歇尔的近兆 就是最右边 留着落腮胡子的老帅老帅的法国大叔 光看他这脸蛋 恐怕你很难猜出他现在已经有71岁的高龄 比54岁的拱立大了整整17岁 但是两人牵手走在一起 很是登对啊 除了不老容颜 更不简单的是米歇尔的人生履历 米歇尔是个非常传奇的法国音乐人 看他年轻时放荡不羁的长相 大概能猜出他的才华到底有多高 让米歇尔 亚尔是大名鼎鼎的演奏家、作曲家 以及电子乐大师 还被称为 世界电子音乐之父 法国国宝级音乐人 在音乐领域上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就 曾经发行过全球销量1500万张的音乐专辑 横扫了世界各地的音乐排行榜冠军 这一记录在法国唱片史上 至今无人打破 还举办过超过100万观众的个人音乐会 刷金是世界纪录 不仅在事业上成绩斐然 米歇尔的情史也极为丰富 是货真价时的影后收割机 第一任妻子是威尼斯影后家 柏林影后夏绿帝 兰普林 和兰普林离婚后 又和凯撒影后加柏林影后加坎城影后 伊莎贝 爱珍妮谈起了恋爱 还订了婚 和爱珍妮分手后 继续和安娜 巴黎姚谈恋爱 又是一个影后 分手后 就开始与我们的威尼斯影后 巩俐约会啦 能被这么多女神爱上 说明米歇尔本人魅力非凡 当然中国影后巩俐 无论事业还是个人魅力 和米歇尔不相上下 两人谈的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 巩俐在华语电影史上 享有无人撼动的地位 是当之无愧的影后 粉丝发气称她为巩黄 张艺谋曾经评价她 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能够闪瞎眼的那种 在国际上巩俐也享有极高的荣誉 西方人一说到中国 都会提起这三样东西 天安门 长城和巩俐 她被西方媒体 誉为东方最美的女人 巩俐曾经上榜 美国著名时尚杂志 Vogue 你必须知道的七位中国女演员 并入选成为联合国 艺术的变革力量之影响人类文化 十六人画展 巩俐一出场便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即便多年过去 我们依然还记得当年 红高梁 李那个腼腆倔强 敢爱敢恨的少女九儿 活着李贤淑端庄 亲切可人的佳珍 脸上一滴泪 惹哭千万人 内容未完结 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